近日在一档访谈节目中,姚明聊了中国体育与美国体育的一些差异 他坦言,中国的体育教育系统落后美国几十年 姚明9岁开始在体校接受业余训练 14岁进入上海南兰青年队 2002年他通过选秀进入NBA打球 在姚明的体育生涯中,他经历过中国的体育制度 也感受过美国的体育文化 对比之下,他认为中国落后美国几十年 但我们在努力改变,体育和教育就像人的左右腿 你可以依赖一条腿去跳,但长远来说,你这条腿也会积劳成奇 在姚明看来,中国体制内的体育和教育是分割的 经常有人说,为什么中国13亿人口找不出五个打篮球好了 找不出十一个踢足球好了 姚明是这样回答的,其实这是错误的 我们的体制不选财,因为没得选 中国只有3000个注册的篮球运动员 只有6000个注册的足球运动员,根本没得选 而且我们的选财更多是看身高 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今年9月,中国南兰职业联赛公司成立筹备会议 即CBA公司股东大会22日在启南举行 标志着中国南兰开启完全职业化进程 当选CBA公司副董事长的姚明如今工作的重心都放在中国南兰上 他认为中国篮球的改善关键不在于能不能管半分离 关键还是能不能让懂得制行的人来管理制行 如果篮球是一场市场运动 那就应该让篮球人和商人来运作CBA